欢迎大家收听A1出击 我是冯海恩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4日的临时停火协议 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7点开始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誓言 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之后会继续战斗 预计战争起码持续多两个月 以色列今日就继续猛烈轰炸加沙地带 以色列军说拘捕了加沙最大医院的总监 这间医院被指是用作哈马斯指挥中心 不过被本国称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 同医院都否认指控 至于释放人质方面 CNN就报道哈马斯首先会释放13个平民 包括了儿童和妇女 相信他们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会获得释放 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质获释 4天之内总共会放50个人 有份话船的卡塔尔就说 首批获得释放的人质 会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成员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希望获得释放的人质里面 可以包括一名3岁的美国女童 而巴勒斯坦囚犯也会获得释放 CNN报道有以色列官员说有39个巴勒斯坦囚犯获释 以换取加沙释放以色列人质 这39个巴勒斯坦的囚犯会来自两个监狱 暂时就未有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时间表 不过以色列官员说要等到以色列人质回以色列 才会将巴勒斯坦的囚犯释放 CNN报道 获释的以色列人质会从两个地点进入以色列 之后当局就会用直升机 将他们送去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两间医院 特拉维夫一间医院的医生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之后 面对一个道德难题 就是你会不会医治恐怖分子呢 美国NBC新闻就引述多项的报道说 有受伤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就被形容是恐怖分子 入住以色列的公立医院 和以色列的人一起在同一间医院接受治疗 导致有影片显示 有数十个愤怒的以色列民众 在一间医院的门口集会 事件也引起广泛的讨论 美国NBC说 后来以色列的传媒报道 以色列卫生部长 去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阿胡 向他表示 会指示所有的公立医院 将受伤的哈马斯成员 送去军事又或者监狱里面的医疗设施 美国NBC的新闻就访问了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一间医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 他们的心情都很复杂 一名内科医生说 部分人觉得很愤怒 所以不想医院去治理这些恐怖分子 但是对于他来说 作为一个医生 他的专业就是需要医人 所以不会理会需要医治的 是不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这位医生又说 如果要医治武装分子 他都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说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 当时作为一个医生 都已经医过武装分子 因此这个从来对他来说 都不是一个问题 只是需要尽他自己的本分 这位医生还说 惩罚人不是他的工作 虽然他都觉得这些人 可能的话要狠狠地被惩罚 但是惩罚就不是由他来负责 不过NBC也访问了一位 觉得很两难的医生 这位同样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做医生的人说 真的要面对这个时候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答案会是怎样 NBC也访问了住在医院的以色列病人 其中一个就说 不想哈马斯在以色列的医院得到治疗 另外一个病人就说 他的家是受到空襲而受伤 所以要入院 不过他就没话说了 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 又会有什么话说呢 访问了教授犹太人文化历史 在以色列居住超过20年的 国际短宣中心 跨文化港师王雪兴 你提到巴勒斯坦人发动打击受伤之后 免费住在医院里面 确实是有件事 因为我收到朋友转发 有一个帖文 他就说这个是住在以色列的中国人 他说他的女儿刚刚去医院回来 他就说医院住了一个恐怖分子 一个恐怖分子的病房旁边 是住了三个被恐怖分子打伤的病房 这个恐怖分子的病房 有部队守着他 这些部队守着他不是因为怕他走 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逃跑了 因为他已经伤了 为什么要守着他呢 是因为要保护他 不要让隔离病房里面 或者是医院里面的人 他将他杀死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恐怖分子 他们在这个袈裟附近那里 杀了一条村又一条村 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 从老到小 从孩子到小孩 杀完之后还要斬首 就是斬了他的头 连猫狗都不放过 那些捉了去袈裟那些以色列的人 被人虐待 强奸 将那些小孩或者那些人 困在那里面 然后游街市中 他们受着那些非人的折磨 而被部队打伤的恐怖分子 就躺在我们的医院那里 接受免费的照例 免费一日三朝 还有部队里面的人守护着他 怕被那些愤怒的民众杀了 他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知道以色列一直都是这样 对待打伤的 就是受伤的恐怖分子 如果是以前还可以忍受 但这次真的不一样 文明救伤扶伤的医德 在这些道德的层面价值观 只可以对人而言 我不知道我怎样跟我女儿说 我都想不通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贴文 所以有人说是否有免费的医院住呢 就是因为他受了伤 所以就被他在医院里面住 一日三朝 这件事把这个贴文散了出去之后 已经有人提出要求政府将这个恐怖分子送回去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接受治疗 但是你知道这样媒体都认为这样呢 都是一种错误的人道观念 就是觉得应该都是爱意 所以其实在以色列里面呢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看完这张贴文之后呢 我反而是觉得如果你是在哈马斯的手上 你会不会这样呢 你会不会给你从医里呢 这样呢 我认识了在这大概差不多20年前 我在大学认识了一个中国人 那那个女孩就有了嬰儿 她就刚刚坏了一个不足月的 那她的嬰儿出生只有手掌这么大 OK 当时还没出生的时候呢 她打算就是下了去 因为如果真的要生她出来 要放在家户病房呢 是需要十几万的美金 才可以付这个医疗费 但是你知不知道她的教授跟她说 一定要生她出来 怎么可以下了去呢 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 你即管去生吧 所以他们就生了个嬰儿 然后到他们走的时候呢 他都没有还清这些医疗费用 那我当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呢 我看到旁边有个嬰儿 也是很小的 而这个嬰儿的妈妈是阿拉伯人 那我就在那里 啊 那白人他们一样都是照旧的 原来其实是不会轻忽任何一条生命的 所以我就在20年前我已经感觉到呢 在能力范围里面呢 中国人如果那个嬰儿 十几万美金都会救他 那就连阿拉伯人他们一样会医疗了 好 今天多谢你 OK 不用客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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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